HELLO HELLO 各位LONG TIME NO SEA 雖然我們近段時間依然被新冠陰影籠罩 但還有幾天時間就苦練 各位的心情是否在不安之中 但又帶著期待呢? 呃...我們應該期許美好的 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沖喜一下 帶各位來到佛山 去感受一下這裡農業的應節氛圍 有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在這個工地走? 其實這裡是佛山最熱鬧的地方 和旁邊的上下九、北京路是差不多地位 但十幾二十年前的舊城區改造 這裡就失敗了 所以現在看到的就只剩下那些 爛掉的舊建築在這裡 我剛才說這裡是一個工地 其實已經是對這裡的美化 這裡貼切一點來說 應該是一個廢墟 一個時代的廢墟 但是這個廢墟呢 每一年春節之前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它都會復活一下 變成一個港佛地區 它乃至是豬三角一條很出名的徽春街 而這條徽春街所賣的徽春 就是全部都是手寫徽春 這條路其實是很短的 你走完都不會超過那百五米左右 但是呢 賣徽春的檔口 就大大話說都有二十幾間在這裡 是相當的熱鬧 剛剛都說了 這裡以前是佛山的市中心 之前就因為改造失敗 這裡就荒廢了很長一段時間 後來呢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 有一兩個人在這裡 寫徽春 慢慢就多幾個人 一起在這裡寫徽春 慢慢慢慢又多了在這裡聚集 搞到過時過節 就每個人都在這裡 過來這裡寫徽春 就咀回一些人氣出來 在機緣巧合之下 這條路就以徽春街的形式 重新回到大眾的視野裡面 而且在近這幾年 網紅化的熱潮之下 一堆由一堆周邊城市的人 在這裡打卡 在這裡臭熱鬧 整到這裡就真是 每年到春節 這裡是成為一個佛山 差不多年來最足的地方 很久不見了 這件事叫活動 這個就是很棒 這件事叫萬批 這個就是萬批 我要梳 打鼠 打鼠 是有用 deste 到大都去看 看一下 店員 這是長時間 但去年 是呀!是呀! 黑字的東西有沒有? 蛤? 死了!死了! 死了! 死了! 今年這條輝春街還有一些新的玩法 你看多有趣 畫車啊!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確實是挺有趣的 你覺得車主給了錢的當主 然後又要繼續交警 你說車主多精靈 其實在國內 你在車上畫這些東西 真是違反交通法規 阿sir看到是可以罰你錢的 除了筷子路的手寫輝春出名之外 旁邊那條重蜂路其實也是很出名的 那條路呢 那條重蜂路呢 它出名又出名在 它也是搞輝春的 不過它是賣輝春 還有麗士風那些喜慶用品 基本上呢 這裡是 過年過節 有時候有節的東西在這裡可以買齊 這個區域呢 這個區域呢 亦都是生意很火爆 你看看這間店仔 之前其實如果不是過時過節 他沒有什麼人過來幫襯的 只有那些剩下在這邊住的 上了年紀的叔叔阿余 但是因為那些傳統過節食品 只有那些舊區那些舊的店才會去做 所以差不多到春節 那些人就回到這裡買東西了 你看看他做生意做到停不了手 好老實說過年沒有去走花街 其實跟過年是差不多的 我們去花街其實買花都是其次 最主要是去看一下那些新奇有趣的東西 還有去湊一下熱鬧 但是因為那個疫情的原因 今年繼續都是沒有花街的 但是在廣中國地 花街竟然都有的 只不過是換裝叫法 叫了先下花市 這條家人的那些 就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小型化了一點 大盤就38 不大盤就28 又來看一下 不買花都看一下 一賞一下南花 有什麼可知冰得不清 而這個普軍線下花市 又是在佛山的錦城區那裡 所以基本上佛山本地人都是聚過來這邊的 因為其實以前佛山的花街 就在剛剛介紹的那個重風路那裡的 那重風路過我這裡 其實都是走路過的 其實都是20分鐘左右 你開車啊 這樣擦單車啊 甚至你乘地鐵過的都可以的 那看一下幾多人在這裡 好 看到了,這裡是花街的 真正是花街來的 玩什麼玩花市 估計都是 意思意思是騙人 買花的和之前的花市人數 真的沒什麼改變 好啦好啦 今次的新春特別節目 佛山沖啟下 就到這裡要說bye bye 各位希望可以點讚 分享一下這個視頻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